不要让我们的使命空白 如果有一天人就要问 你自从你懂事或者做法 我们是从你大学毕业之后 你做了一些什么 你应该跟他很敬的 就要不为自己的使命留下一个例子 自己留下来的 别人都替你解决 你看这有时代替我们解决 自己家都是为国家为伟大的使命 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平等的 佛陀说每一个生命都能够生活 因此我肯定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 可以跟一个伟大的人不一样 不要看起自己 不要以为只有伟大的人物才能够成功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成功 如果我们来问一位小朋友 什么叫做成功 你知道什么叫做成功 什么叫做成功 因为我们拴倒了 倒下进的就是失败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哪一个人倒下进没有起来过 你有没有起来 没有啊 你有起来 起来就是成功 所以你平均只要倒下进到失败 爬起来就成功 很简单的 如果今天问你 你有今天有成功吗 如果今天没有什么成功 好 你等一下出门就摔倒在地 爬起来就成功 也会不会 所以你可以创造成功的 是不是可以创造成功的 每一天如果 你觉得要但自己有力量 有关系 你自己又去创造 没有人创造给你了 你勇敢的摔倒在地 爬起来就成功了 所以我讲世界上 哪一个国家能够 知道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网绩 那些网绩呢 很有意思的教育 中国人的一个布导文 你看那个布导文 小朋友你有看过布导文吗 还没有 还有就帮妈妈做一个 不然呢 回去叫妈妈做布导文 那你爸爸就这样子吹他就吹 所以这个人吹不导文 很奇怪 他为什么叫不导 其实他不是不导 他是磁场导 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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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生命应该会给你很大的努力 你看在一个小朋友踏起来的时候 他真的太不一样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也有摔把 你知道小时候摔把是怎么按动作 你们有没有看过 一摔倒的时候一旦起来 第二件事情不是看自己痛不痛也没有流血 知道后面有没有人看到 你会说归头丢脸 最重要不是摔倒在动作 不小心 最重要没有人看到 所以人的心里不一样 能够爬起来 就感觉到自己已经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今天我们要确定自己的就是 活着的生命之处 活着的生命就是 不要占自己的生命的洞漏 所以我们在天道流水里面 洞漏出神 没有 洞漏的回答 不要 洞漏第一 不要 我一定要在人间 至少那一个向上 这叫波罗汉 必知火 佛杀 还是最后成果 这个是我们向上要进去的工作 所以生命的力量应该是向上看 向上看 那么当我们要向前走 向上看的时候 人性有一个很奇怪 我们就有一种人性 度尽别 度尽别人很奇怪 你现在大家 所有大家的过程也要看不出 但是你在小学 读书的时候 会很厉害 我们在天堂里面 我读书呢 我刚才没有跑到第一地了 我都是跑到中间 因为 我自己 要读书到第一地了 我觉得五丑 那个是很无聊的 但是呢 又不愿意 但是你不读到最后面那个 因为那个 也是在里面 所以呢 我读书就是差不多六丑 差不多六丑 那么这种事来讲 一个奇怪的 就是 我们很安逸 不一定要拿第一 为什麽呢 第一业 真的是都很重的 你们这里是哪一个 是他考第一的来的 没有 哎呀 你们真的很幸福 你知道考第一的 是真的很幸福 因为呢 当他考第一的时候 很怕后面那个水过来 所以他天天呢 很担心 第二天那个 又考验他 为什么呢 又怕他考得好 你就没面子 所以他就只能难过 你考那中间就不会 因为中间差不多了 前面有的 后面有的 很在的 很安全的地方 啊 啊 那马上就一句话 那麽呢 人中间呢 就是很怕 尤其你走到前面的时候 你很怕 后面的人中间 啊 这一点呢 就变成 你的 你的心 没有办法打开 没有办法打开 所以 活得很苦 很烦 很烦 那我们协国呢 不用这样的烦 我们又换下 要让别人呢 啊 能够 走到前面去 那我记得呢 我们在 寺庙里面啊 啊 基本上呢 我们都会有建三个门啊 像这样子呢 都是有三个门 很多 啊 这个 啊 建筑里面呢 都是有三个门 一个大门 跟 旁边就比较小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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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前面聰明是很清楚的 你们有试团山台讲座 山台去马上过来讲座 当你没有试团山契的时候 你很想山契 但是有一点山契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山契的时候很紧张 为什么你知道山契为什么很紧张 不是你不会有语 不是你不会有语 也不是你讲的不好 你是很怕别人给你的评论 讲的不好 所以你就尽量要要求自己做得非常好 到自己这样凶行的时候 是一个重点自己的痴病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要要求自己好 其实你自己的好 并不是要满足下面所有的人 其实你是要满足自己的要求 因此满足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 那个很苦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把自己 这个对自己的要求 不要把他还得太高 你就是很不自在 很不自在 因为很多上台 能够讲得好的 就是把下面所有的人 不是看不起他们讲对 没有用这个没有的笔 是把下面的人都看成是老师自己是鞋生 那反正他们的老师呢 我自己的他讲的不好 无所谓 不过我自己的自己呢 讲的好不好 是自己已经有故事了 那么这一个呢 是我师谈用两个实力来批评 就是在生命中 我们要师谈叫做全力 不要定力而为 谢谢你们有多多别的 进行